快速道路上一辆黑色轿车烧成火球 黑夜不断直穿天气 路过驾驶全吓坏 驾驶快速通过车辆旁 就怕自己也被波及 火烧车意外就发生在新北六五快速道路上 二号下午两点多 黑色轿车疑似因为引擎过热开始自燃 锦销道场洒水灌旧 很快就将火势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在国道一号领口段 一辆小货车发生车祸意外 小货车驾驶疑似没注意前方车况 不慎撞击到前方连接车 造成车头几乎凹陷 看不出原本车体形状 驾驶一路受困车内 锦销货报后立刻到场救援 锦销出动破坏工具 将车头凹陷处奋力一拉 最后才成功救出驾驶 但他研究血迹斑斑 幸好送医后并无大碍 整起车祸的发生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接下来经文中林传有淘 新北参议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